生而为人,选择不吃肉很高贵 张静初和陶红等明星今天大火了一把 让人们见识到了什么是现代版的核不食肉迷 其实提倡吃素不是一件新鲜事 古今中外都有人这么宣传这么做 而且都是四体不勤,五股不分的个别上层阶级才这么干 普通老百姓是不会闲的谎提倡吃素的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保家卫国的士兵不可能吃素 工地上搬砖的农民工不可能吃素 奥运赛场上的摘金夺银的健儿也不可能吃素 央媒发文称 国家崛起的过程就是肉蛋奶摄入不断增多的过程 是谁最希望中国人吃素呢 欧美最希望中国人吃素 用一些美国政客的话说 地球是无法附和中国人享受像美国人那样的生活水平的 所以中国人最好吃糠宴菜 高贵的昂克鲁萨克逊人 才可以肆无忌惮的享用肉蛋奶 张静初这些明星们吃素是个人自由 但你吃素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宣称吃素高贵 肉食有罪 那就被骂 纯属活该了 正如网友热评 中国人实现吃肉自由才几年啊 花博士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吃一顿肉真的像过节一样 花博士也不怕得罪人了 张静初们站着说话不腰疼 建议捐出家产再谈吃素